大家好,我是风干爱花卉 这一颗月季是我5月4号拍过的那颗长满花苞的月季 现在大部分已经开花了 今天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月季花开花后的管理方法 月季花开花之后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很容易遭受各种病虫害的清晰 所以也是它最为虚弱的一个阶段 月季开花之后 它所有的养分几乎都集成在了开花的枝条的最上端 花谢之后若不及时地将这个残花修剪掉 这种挂性还是一直会持续 所以花谢之后我们要及时地给它修剪 修剪的方法跟月季的品种有关 如果是单头月季 就从它的花线三到四片叶子处给它剪直 如果是多头月季 那么我们可以先讲檀花剪掉 等这个枝条的花苞全部开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保留四到五个芽给它剪直 剪直之后每十天给它补充一次 发酵好的饼肥水 这样可以促使它尽快的第二次开花 月季花在它的开花前后最容易遭受一些病害的清晰 比如月季的黑疤病还有白粉病牙虫和剂满等 所以说月季花在花前我们就应该给它防治 我们可以用剁菌磷或者是带塞猛心五百倍叶 每十天给它喷尸一次 牙虫和剂满最喜欢聚集在嫩叶和花蕾上面 防治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10%的比冲林可使性粉剂2000倍叶 再加入千分之一的中性洗衣粉 这样可以有效的提高附着性增加药效 再就是红蜘蛛的防治我们可以用克马特乳油 给它稀释2000倍之后每隔10天到15天喷尸一次 连续两到三次就可以达到防治的效果 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放下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觉得有用就给我点个赞吧 喜欢养花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会每天分享我的养花经验 我们下期再见